彤醫生, 你好 你好, 彤醫生, 你好 彤醫生, 請坐, 請坐 請坐, 請坐, 請坐 謝謝彤醫生 你好, 好啊 彤醫生, 其實肺癌在香港有多常見 其實肺癌, 如果根據最新的 癌症統計資料 在2020年是我們最常見的癌症 它也是我們的頭號癌症殺手 這個肺癌有沒有分緩類別的呢 如果我們根據在顯微鏡底下 病理科醫生的分類 肺癌很多時候會分為小細胞和非小細胞 非小細胞包括腺癌, 鱗臟細胞癌 大細胞癌, 這些全部都會歸類為非小細胞 肺癌裡面的非小細胞是佔多數的 超過八成甚至乎九成的肺癌 都是非小細胞 小細胞肺癌比較傳統來說 跟吃煙仔有關係 對, 隨著香港吸煙的人數減少 它現在比較少見一點 好 肺癌有沒有其數呢?唐醫生 一般來說 我們會分為一至四期的 看看這幅圖 也有一期之前 我們有一些叫零期的肺癌 已經有了 零期的肺癌 其實我們傳統上來說 叫做懸胃癌 即是嚴格來說 還未正式發展成癌症 但已經是癌症的前身 如果以正式發展為癌症 我們就一期開始 很多時候一期的癌症 癌種的大小是四厘米以下 只在肺部 是否一定在肺尖上 或其他地方都有 整個肺都有機會 有任何地方都有? 是 至於第二期的肺癌 就是腫瘤的尺寸 已經超過了四公分 又或者它可能已經走了 去鄰近附近的一些 氣管的淋巴結 由零期到一期的發展時間 或者一期到二期的發展時間 殉養得久不久? 其實肺癌相對來說 也是一個生長比較快速的腫瘤 有時候發起上來 可能是幾個月之間 就已經由一期跳到另一個期數 如果你說由二期發展到三期 要不就腫瘤再繼續長大 就變成大約七公分 又或者那個淋巴的影響 就已經去到我們所謂中隔 就是大氣管周邊的淋巴 又或者去到我們 甚至去到另一邊肺邊的淋巴 那些我們就叫三期的腫瘤 再發展下去呢? 再拉尾 我們就已經出現了一個遠端的擴散 譬如去到肺部 去到另一邊的肺部 去到肺膜 又出現了肺積水 甚至乎再遠一點 譬如去到腦 去到肝 去到骨 其他地方 這就叫四期的肺癌 是 所以說肺癌要及早肺癌 可以及早治療 是 有沒有早些篩查的方法? 有 如果是一些高風險的病人 例如他本身是醫民 或者他的家族都有肺癌的歷史 我們都會建議 希望可以早一點進行篩查 可以用什麼篩查呢? 譬如電腦掃描 或者最簡單的方法 譬如照睡 如果有些病人 他真的開始有早期的病症 甚至乎他應該抽些痰去驗一下 如果真的看到這些初步的檢查 有異常 就要去做進一步的確診檢查 所以及早篩查真的很重要 是 但我想說 其實早期很難被發現 有沒有一些病徵容易被忽略 平時都需要留意一下 其實一般肺癌 他出現的病徵 主要是會長期咳嗽 有時可能會吃肉減退 或者咳嗽, 痰裡面大血 這些都有機會是肺癌的症狀 也有時有些病人 可能出現無緣無故, 瘦了 五磅、十磅這些情況 甚至乎走路 為什麼越來越氣速、吃肉不振 這些都可以是肺癌的症狀 這是第一期的症狀 還是有沒有症狀 可以是第一期 甚至乎到第四期 都可以出現這些症狀 是咳嗽的症狀 你咳嗽到有時覺得 大力早咳嗽血絲 會不會誤判 你說得很對 其實有很多時候 早期的肺癌 甚至乎是毫無精兆的 所以如果有懷疑 最好及早去做篩查 以及請教醫生 定期摸檢查 篩查出來了, 又可以做什麼呢 如果在篩查的檢查裡 發現有異常 其實醫生會建議做進一步的確診 很多時候要看腫瘤的位置 不過大部分需要抽取一些組織 去化驗 怎樣抽取呢 如果比較接近氣管的腫瘤陰影 我們可以用氣管鏡 即是內規鏡的形式 去抽取 但有時候有些腫瘤 它比較接近 譬如我們的肋骨 接近外面外圍 那些氣管鏡 可能也未必能去到那些位置 可能我們要找放射科醫生 就會用掃描的方法 看著位置 然後在外面刺針下去 去抽取一些組織 我想知道 其實如果早期治療成功了 復發的機會大不大 如果早期肺癌 還是可以根治的 根治的方法 主要是希望透過…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 我們可以透過外科手術 這個就是我們最主要的治療方法 但是即使病人 可以完成外科手術 其實早期肺癌復發的機會 依然是高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建議 術後要做一些輔助的治療 去減低它復發的機會 輔助治療有什麼呢 還有哪些人是不適合的呢 輔助治療最傳統來說 包括了術後的化療 化療 很多時候我們說 大概三個月四個療程 左右的化療 化療相對來說 副作用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在數據上 我們知道 都可以減低腐化的機會 大概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幾 現在比較一些新的醫學資料 我們知道 有一部分的病人 其實除了化療之外 可以考慮做一個 朔後的副阻式的免疫治療 除了化療之外 可以進一步減低病復發的機會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減低 甚至乎預防 患上肺癌呢 如果你說減低和預防肺癌 其實第一, 如果你是煙聞 就戒煙 我不是煙聞就沒事了 如果不是煙聞的話 其實也要平日 最好多做運動 多吃一些新鮮的蔬菜水果 減少吃一些精製的食物 另外也要避開二手煙和三手煙 當然要去做定期的檢查 怎樣定期化 我想問一下 我沒事沒有肝 我不想去問 唐醫生, 可以跟我檢驗嗎? 如果是高風險的病人 我們剛才看回第一章的圖 我們知道 其實肺癌很多時候 病發率是由四、五十歲開始 就開始升高了 所以人到了差不多一年紀 就要開始去考慮做一些篩查 或者是健康的檢查 最後一點最重要 也很重要的是空氣污染 希望大家可以保持一個清新的環境 平時一定要多多留意 好, 剛才你說到附助式的免疫治療 有沒有個案分享一下? 其實免疫治療在肺癌裡 已經用了差不多十幾年 是 除了附助式治療 當然我們現在一直開始會給病人之外 我們以往也很多時候 在一些後期的肺癌裡會用 我試過有很多病人 他本身年紀很大, 八十幾、九十歲 他來到的時候 可能他也不適合做化療 是 那個病人剛好發現 他的免疫治療的免疫濃度很高 可以做一個 只用免疫治療去醫治病 做了之後 發現癌腫可以差不多完全消失了 這個讓大家參考一下 謝謝唐醫生 讓我們大家認識這麼多 大家又不明白的 記得請教醫生 我先說